好 大家好 这里是泼布卫祸为您带来的三国沙解说 今天我们就放几个有特点的 有亮点的录像 这里是董卓主公 我们在四号位选择了这位鱼籍 这位鱼籍呢 大家知道跟那个老鱼籍不一样 是一个新版的鱼籍 但是迟早哪一天它是要跟老鱼籍合并的 这个新鱼籍的特点就是它的蛊惑 看似非常强大 即使被质疑了 也没有负重 不像那个以前的那个鱼籍被质疑之后 如果是敌人质疑成功是要摸牌的 但是它的收益呢 看起来很强大 一旦质疑失败的人是以后不能在质疑里 而且医学被残怨的人是不能失去所有技能的 这个收益看似很强大 但这个收益的延迟性非常的明显 所以使得鱼籍这个武将在八人军征这个场上 那个表现的不是那么强大 但是在2月2的时候 欢迎2月2场这个鱼籍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他这一局的发挥 我们来看他的蛊惑的延迟性 看在这一局能不能坚持到后面 把敌人全部残怨 然后以后我说啥就是啥 这不关 怎么说二位马术跳了个反 董卓是常常体力最多的 所以这个马术选出来 明显就来针对主攻的 这位甘霖跳了个反 拆了董卓和进主位八后卫的女将孙上香 好 这时候我们是先跳一个钟 然后再来蛊惑无中生有 看有没有反贼上当 果然 这个佐茨中了我们的套 质疑了 被我们残怨住了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过的 这个残怨是个延迟性的收益 目前来看佐茨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因为一直要把他打到医血 你这个残怨的收益才能体验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 他佐茨以后再不能质疑你了 但是这个还有其他的反贼战 也可以质疑你 好 这时候我们这个又因为有两个伞了 这个就另外不是伞就是桃子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肯定不会骗人的 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延迟收益体验出来的 佐茨这个是满血加神装 好在张和是我们的队友 有张和跳队友是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就说明佐茨的这两个神装是不会在他身上待很久的 我们就是有机会把佐茨给打残的 好 这时候我们发现姜维没有打张和去打后面的顺上香 因为顺上香是有点偏中的 所以姜维也不能算作跳了身份 我们来看 由顺上香跳了一个反贼 贴主位选了一个铝将反贼 那看来姜维是个内奸了 我们先标个内奸 因为张和跟姜维比起来的话 张和是没有姜维向内奸的 好 这董卓这一个角落下去 向上必然掉两瓶血 因为需要两个神 就是说你在贴主位千万不要选这个铝将 然后这个香江晚上说他血强光是六个旅人 这真是围栏他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马术继续对种种族散摇 现在我们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马上就要减缘一个敌人了 这个反贼树上枪眼看就要完蛋 是吧 然后佐茨是被我们裁员过了 我们再裁员掉这个马术跟那个借干林 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裁员目标 当然这个内奸是一个后期的 最后还是要把这个内奸也裁员掉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 你看 我们看这个状况 状况很有可能就坚持不到 下次我们裁员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桃子我们蛊惑出去 看有没有质疑 诶 这个十万江居然质疑了 我们刚才火宫是亮了个明桃子的 他可能是怕我们先用一个假的蛊惑 然后再吃一个真的 是吧 因为我们之前几次都是用真的桃子来质疑的 真的牌来蛊惑的 好 这时候佐持 因为孙长江自己要残怨了 他失去了他梁柱这个技能 即使佐持给自己加血 孙长江是不能发动那个 技技能不能发动那个梁柱这个技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蛊惑啊 延迟收益啊 还不用延迟太久 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好 这时候我们的仗格开始做 慢慢的扒这个佐持装备的事情了 然后这内奸收了收了孙长江 这个肯定不用说 然后下面我们也没有完全的进入优势 像一个是我们本身残了 能不能坚持到 把最后的两个反给残怨住 还要把这个内奸也残怨住 还不一定呢 你看嘉文已经开始跳泪了 把张格的那个装备顺到自己手上了 咦 我们在看这个马术托管了 托管什么意思 这时候有可能他是真不想玩 真托管 有可能是假托管 逼这个内奸打工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次 因为我们上次一个桃子 成功的蛊惑成功把香香残怨了 所以这次我们拿一个假的 牌来蛊惑这个过河拆桥 然后再告诉反者 我们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 下次我们就 找准时机再用一次真的 争取再残怨一个 不过就让我刚才多次强调过的 我们的这个延迟性 我们这衣血在这挂的 能不能坚持到下次 还是很难说的 好 这时候 希望那个张和跟董卓 这两个同盟 给我们多留点桃子 让我们挺住 我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个马术继续在托管 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 我们只要 这个再把甘霖跟姜维残缘住 就好办了 这时候我们放了个桃源结义 哎 这没人之意 因为甘霖他有个奉威的一个技能 所以他一下子把我们给奉威了 这样搞得只有 只有反贼回了血 这下子我们估计就要去了 哎 运气不错 好在我们的左辞 没有起到 没有起到杀 否则我们这回就要求逃了 这时候将会把左辞加一码 调给我们 我们这样有杀 就可以直接进攻左辞了 好 这时候董卓一个九杀 朝街那个甘霖排局 他没有拍这个左辞 对的 拍了左辞 左辞是要摸两张牌的 但是我们打这个左辞 如果是九杀成功的话 左辞是摸不了牌的 好 这时候来了 我们再次蛊惑 哎 看着要 我刚才说过 由于我们刚才蛊惑了 一个假的过客菜桥 这次我们又手心不错 摸了个桃子 这一次蛊惑我们成功的 把杰杆铃给残缘住了 这下子就漂亮了 这四个反 三个被残缘 还有一个托管 所以只有内奸会质疑我们了 但是内奸会不会冒着 这个风险来质疑我们 还是 我估计是很难的 我们再看这回 来了一个杀 看我们蛊惑一个 再次蛊惑一个桃 果然没人质疑了 但是我们是个假的 我们又一次告诉了大家 我们是可以骗人的 所以说下次我们再蛊惑的时候 那个看你们质不质疑 不过当然这个 人质疑的只有这个内奸 这一个人了 他不一定会冒这个风险 我们希望找准机会 蛊惑一个九 把佐治一九杀 打到他一滴血 他是没法发动技能的 好之后 姜维已经开始跳泪 压我们忠诚了 我说董卓主攻比较宠类 是吧 所以你内奸跳得晚一点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好我们蛊惑一个九 看姜维没有自一 一个九杀 那个佐治就直接废了 看见没有 那个他是没有伤势了 一血失去所有的技能 那只能是个白板 要他个白板还挺给力的 连续两杀 将张和给打残 好那这个 估计张和这个就活不了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说 虽然这个我们看着是劣势 但是我们已经成功的 进入了后期 我们的敌人 大部分被我们残怨 现在只有两个敌人 一个被残怨 一个没有残怨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好我们就把蛊惑一个 五五封天又是个假的 拿了个乐不四组 将姜维热住 然后我们留着牌过 我们的手上手牌是很重要的 对一般手牌不溢出的时候 不要随便进攻 我们看着机会继续蛊惑 因为我说了 我们只要蛊惑成这个姜维 你看我们这回又又蛊惑一个假的 这姜维总有一次 忍会忍不住来来质疑的是吧 你只要只要一旦质疑 我们就把你那个给残怨住 好刚刚姜维挑衅我们 我们的杀是没有没有蛊惑的 不过我们当然这姜维的牌都是明的 这是个南蛮入侵 在目流流马里面 他为了那个觉醒强行空城 好我们主攻漂亮 将那个戒甘霖带飞 又把姜维打了两血 好然后我们来了一个 这种现象 姜维被残怨住了 那就不客气了 一刀一杀 他是无法觉醒的 被我们打到一血了 但是失去了所有技能 一个技能杀成我们方天两杀 将姜维带飞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 我们鱼籍的发挥是相当漂亮的 当然我们的手气也很不错 成功的坚持到了后期 我说过这个鱼籍这个武将 他的那个蛊惑的收益 是延迟性的 你把别人给残怨了 要把别人打到一血 别人才无法使用技能 你残怨了一个 还有三个四个的敌人 会质疑你 你要把他们一个个的都残怨住 你才能达到想说啥 就是啥的这个境界 这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 我们多次面临险境 但是人品还不错 多次给挺住了 一旦挺到了后面 那真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今天是傲视天下 唯我独尊 我想要杀牌就有杀牌 好 这是这把 就这把的亮点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局 这一局主攻选择了 小霸王孙侧 我们又是一个 四号位的远位忠诚 我们选择了这位 那个席简吹少年 红发少年法阵 起手 起手牌很给力 然后我们看情况 有元素 有二张 这两个武将的存在 我们就看看 这个元素跟二张 是不是一边的 是哪边的 元素上来放一个万剑 这在孙侧举 应该有点偏中的 这个表现 我们看看 是不是这样 那个万剑过后 大家纷纷出散 没有人 哎 掉血了一个司马仪 那肯定是 不管司马仪什么身份 都应该是反馈 这个元素的 哎 司马仪这个 直接把忠诚跳出来 替那个孙侧 改了一下八卦 这个有点貌似 就像我们说过 孙侧是一个 不招打的主攻 在八号位 就把忠诚跳出来 简直就是 给反对子民 那个集火方向 好 元素也跳中 直接乐了群语 没有乐主攻 而司马仪 这时候一下 两个钟都跳出来 所以在我们眼里 我们眼里 我们是知道 这四位 剩下的四位 全部是反贼 是吧 但是在别人眼里 是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这人 还没跳身份的 然后我们就看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行动 好 看这个陈朴 他要是反贼的话 就应该去杀这个元素 当然他也可以 把这个杀 留着亮酒 好 这个陈朴选择亮酒 这一亮就漂亮 你看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是给反贼 陈迅拍 然后将拿回来 再给陈迅补一张 是吧 我们等于跳了个反贼 然后呢 我们就把忠诚 架货给这个陈朴 看见没有 这一个绞杀 让陈朴杀残 然后后面的两个反 说不定就会跟上集火 继续接着打这个陈朴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非常漂亮的 一个动作 不过这个陈迅很谨慎 他没有去打这个陈朴 去打了这个元素 我们看呢 这个陈迅还是一个 比较聪明 比较谨慎的玩家 但是我们看呢 这个 这个二章 他就按赖不住了 不过他看 他的动作 是给了陈朴一个藤甲 所以他在杀陈朴的同时 会把我们的忠诚 打掉两滴血 所以说我们 也不一定特别开心 好 这时候陈朴倒下 大家看见 这是个反贼 然后那个陈迅还叫 法政别托管 陈迅眼里 我们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那个 这个反贼 他们同工的反贼 但他没有数一下 这个反贼数量 已经多了吗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通过刚才的一个动作 成功的吸引 引诱反贼 干掉了陈朴 但是呢 我们的不幸就在于 这个元素 另外一个钟 也跟着掉了 掉了血 这个乐的话 这个司马仪 应该能让这个乐过 好 不管说 我们把那个 持门标一下 好 这司马仪被打了 桥桃 显示离开 这个元素 居然用桃子 哦 他救这个离开的 我知道为什么 他救这个司马仪 他是怕自己的桃子 到时候乐不尽 过不了的话 就全部要一股脑 给气给二张 所以明知道司马仪 离开了 还要拼命的救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把司马仪救回来 是什么结果 司马仪会气牌 给二张 是吧 你不气 司马仪会气 你说何必呢 何苦呢 好 这时候孙侧 告诉元素 我们是有那个 无险可击的 元素这时候 看见这个无险可击 估计当时 那个心都碎了 我早知道有无险可击 我至于这样吗 元素这个蓝蛮怒心 放了出去 看着 不过二张 大家看见了 刚才那个司马仪 气牌里面 是又有桃 又有无险可击的 所以这个乐 是乐不住二张的 果然打死司马仪 是个内奸 元素不得已 切了四个杀 好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赶快 把身份跳回来了 这时候就没必要再装了 但是这 进入了一个 3v3的情况 但这个3v3 明显看着是反贼 还是占优势的 不管从血量上来说 还有这个二张 对元素的克制上来说 都是反贼占优势的 你看果然我们的 陆迅将这个乐不住 给重新贴到 那个孙策身上去了 然后又发动联营 准备干掉这个元素 元素手上是一张鸣杀 这个陆迅跑去决斗 真的是对自己的联营 很有信心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虽然掉了一滴血 但这个元素这个 这个命 估计是保不住了 好 元素倒架 忍愿二张一下 二张选择掉血 看他手上逃着很多 又是一个杀 我们两张伞先出去 最后一张伞先留着 不要随便分音乐 不要随便出 万一有九杀来了呢 好 你看果然 循循接 那个驱虎二张 如果驱虎赢了的话 我们可能就直接求桃子了 好在他驱虎输了 我们悲剧的主攻又被热了 好 这时候我们看着 又是一次 我们给二张 那个发动了炫祸 这个非常漂亮 我们就 让二张那个贪图 那个不想让我们 把他诸葛连弩拿了 给了陆迅一刀 但是我们身上 正好囤了一张杀 我们再给陆迅一刀 将陆迅打死 这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 那个2月2 哎呀 可惜啊 我们这个 我们想期望主攻出个逃 让我们恩怨二张一下 结果失败了 导致我们这个 不幸的阵亡了 所以这局 我本 本主视角的亮点 这个是我朋友玩的 他的亮点就在这里结束了 后面就是这个主攻的亮点了 还有主攻横给力的 瞬间将元素带飞 然后又把二张给乐住 给兵住 进入这样的一个优势单挑 这个孙侧单挑这个二张 是占优势的 因为二张在单挑的时候 是比较弱的 二张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是这个八卦阵 一旦这个八卦阵被搞掉 二张就 就绝对的进入了劣势 可以把数字调过一点 然后总结一下 这局的亮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在 那个中类以明 我们知道剩下四个反的情况下 我们故意跳了一个模糊身份 把这个忠诚的身份 嫁祸给了这个 囤了一堆 纯没干活的一个陈谱 然后诱导反贼 干掉陈谱 但是不幸的是 反贼干掉陈谱的同时 把忠诚也压缠了 并且乐住 元素怕自己弃桃子给二张 不得已连续 就把桃子用在 这个离线的那个内奸身上 但是事与愿违 这个内奸 一血挂了 一样弃了一大堆好牌给二张 所以导致了我们这个悲剧 而且元素本来是不会被乐的 我们是有两个无限可击 在我们手上 所以这个元素是个非常 那个两个桃子 就得非常的悲剧 把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的优势 拱手 拱手浪给了反贼 好在 我们当时第二个亮点 是炫祸二张 让二张对陆训出杀 二张怕我们拿他的装备 肯定会出这个杀的 一旦出这个杀 我们再对陆训杀一刀 等于陆训同时挨两刀 虽然我们造成了负收益 让反贼多摸两刀牌 但是我们直接带走了一个反贼 这个取得人头上的一个均衡 然后后面就是 我们牺牲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就靠主攻了 好在这个主攻非常的给力 连续干掉了寻血阿张 取得了胜利 这局的亮点还是很不错的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局 这局是一个内奸 一个八号位的内奸 主攻选择袁绍 这里我们就毫无疑问 肯定是要选一个有防御的 这里无一戒兆云 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是四血 一个是他在 对付万剑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骑士手牌 太给力了 两刹一闪一逃 对付万剑的时候 运气好 牙脚一直发动 手牌是不减少的 我们很高兴的看见 场上没有补牌系的忠诚 没有补牌系的武将 没有郭家和原 那个什么郭家 曹丕啊 离典啊 那个巡御这样的武将 所以袁超是顶多放三轮 我们这个 这四张牌是肯定能撑三轮的 好第一次牙脚成功 那个无损 躲过了一次万剑 袁超的第二次万剑开始了 看我们的人品 又是一次无损 躲过了第二个万剑 所以人品非常给力 袁超已经不会再放了 我们看这个二号位 二号位丁凤挂了个闪电 直接过 没跳身份 然后这个朱古克拆了我们 没有拆袁绍 跳了个忠诚 然后很不幸 他为什么要拆我们呢 可能觉得我们是为了克制主攻 选出来的一个将 是吧 好 然后这个无瓜泰 无瓜泰这个 看着桃子非常激动 他本来是可以先路过装备 再吃桃子的 排序问题 那个先吃了桃 结果这个朱古克的装备 就路不动了 这个我们于藩 依旧没有跳身份 但是这个蓝蛮路心 元素 先乐了主攻 再放蓝蛮 这是个什么考虑 他觉得 他可能觉得我们是反贼 可以压角 然后这个无瓜泰 本来就是要卖血 是吧 然后还不如把蓝蛮 打一打朱古克 打打袁绍 好 然后果然 这个反贼是 打得非常的 非常的凶母 这个奠定了反贼 要速推的基调 这对我们来说 是很痛苦的 我们作为内奸 是不希望反贼 搞速推的 我们倒希望他去打 他们去打这个朱古克 然后刚才我们可以发现 元素 那个元素 虽然放了两个蓝蛮路心 其实反贼 没有忠诚 没有主攻忠诚伤 主攻已经变成 一个三血的一个状况了 忠诚变成一血了 好 这时候丁凤 跳了个忠诚 一个绞杀 漂亮 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又把一个反贼 给打到了 那个最后一滴血 一个朱古克断杀了 直接毒武 这个毒武下去 被元素救回 朱古克这个 没办法倒下了 我们这个桃子 是不敢随便用的 毕竟主攻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忠诚 那个也是很危险的状况 好 幸亏 那个老天 老天助门雷公 那个张角附身 一下子劈掉了 第二个反贼 这下子就进入 我们的节奏了 这下子死了一组 死了一忠和一反 这时候我们来说 是非常 非常高兴的一个事 草王就纯粹 就只为了刷牌 但是我们拿了牌 我们是可以给忠诚的 是吧 好 那我们赶紧干掉 这个吴国泰 这个吴国泰不死的话 这个木马 那个传过来 对我们来说 是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这个木马 无论如何 我们是搞不到自己身上了 好 我们在主攻的配合下 让主攻收到吴国泰 进入了一个 那个五人局 那五人局的话 如果 那个这两个反贼 去打这个忠诚的话 对我们来说 是很好的 但是这两个反贼 如果把目标 盯着主攻打 那我们就比较头疼了 果然 这个元素的目标 主攻没有选择这个丁凤 你看果然 他一个九杀 是拍上那个袁绍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点头疼了 这个场子就不好控了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丁凤 他的那个技能 还是被这个草王 给完全给克制住了 他无论杀元素 还是杀草王 都是都会被 那个草王发送 他的那个 抗开这个技能 来保护的 不过呢 相比之下 还是杀草王 比较 这个这个地方 何果然 直接把简易码挂起来 就可以杀两刀了吗 何必要把这个简易码 弃掉 不过果然就像我说了 这个草王可以双保护 元素跟自己 所以使得这个丁凤 非常的无力 不过好在 这个元素的武器被控了 所以他这一刀 只能朝忠诚手上砍去了 但是这个主攻 被打成了异血 我们很不高兴的 幸会只有两个桃子 还能救一救主攻 这个杀过去 我们赶快救一个 看牙脚 牙脚来了伞 我们直接给了那个主攻 希望主攻把万剑 给开起来 这个意思 我们看看主攻 是选择了火攻草王 火攻命中 他使用了冰凉春断 这个还是不错 这个逼着元素七光 下面我们就争取 把这个草王给收掉了 这草王还是想一心一意的 推掉主攻了 然后跟元素刷了下牌 这时候元素被打成了两个血 草王被打成了一血 我们看能不能收了草王 我们没有选择收场 我们选择的是打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是让主攻 让主攻去 同时收这两个反贼 因为主攻只有一血了 所以这个A过去的话 我们做出了一个很亮的选择 这明显的就是一个送主攻的行为 他这个A过去又是一个A 这个草王就是死定了 然后我们仗着自己血多 仗着有牙脚 希望能够挡住主攻的这一波乱击的冲击 然后再跟一个一血的一个主攻进行单挑 然后这个主攻回到两血 但是好在他的牌不多 我们就很给力的摸了一个勒布斯鼠 最后将主攻杀了一血勒住 好在下巴 我们应该是不会断杀了 主要主攻不起三角桃 这局就拿下了 几刀砍过去 漂亮 带走了主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内奸真是相当有胆识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是我的话 这不是同样也是我朋友的录像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是收藏 自己拿三张牌 然后进入主类反 防止袁绍一波 把两个反贼收掉 顺便把我也带走 但是这个内奸 胆子非常大 第一个你收藏 收完潮汉之后 这个元素爆发是很猛的 它是凉血的 它如果爆发起来的时候 这个袁绍没有打死袁绍 袁绍是会把袁绍爆死的 袁绍当时是一血的状况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 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就是把袁绍和潮汉都一样 留着一血的潮汉 把袁绍压到一血 然后让主攻一口气 把两个全部收掉 然后我们仗的是四血 又有一张桃 所以主攻前后需要八张牌 如果要放万剑的话 需要那个四十万剑 才能将我们打死 我们就堵主攻 放不出这四十万剑 然后我们就靠 果然主攻没有放出来 我们靠着这个桃 保住了一命 然后在跟主攻的一血 单挑情况下 我们又有武器 赵云的断杀 断杀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两次出杀 将主攻带飞 可以看到这回 这个内奸的胆色 是非常厉害的 不得不佩服 舍不得孩子 套不到王 要不了主攻 赢不了泪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这会不会让人认识看 肢业 我此课 能可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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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